《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我们正在河南信阳地区的一个武器干项 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老同志 就是近代史所的副所长叫黎树 有一次讨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我们邀请尼克松来访问 这是给我们思想当中的行业上去 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以前我们觉得 美国就是帝国主义 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美国跟中国是敌对的关系 但是如今 我们认为是最大的敌国的首脑 居然到北京来访问 毛主席还集见了他 虽然当时报上的报道 远没有我们现在了解的那么多 当时的报道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次访问 确实从中美关系来说 是开启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医院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 主要的经历是放在国家档案馆里 而且美国查档案真的是方便极了 你随便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photo ID 不管是drive license 或者是护照 你填一个表格两分钟 就办一个手续 你就可以去要 然后你要什么档案 人家给你一车推出来了 好几十个小孩子 你就坐这儿看吧 哎呀那到那里真是如鱼都睡 从大一点的例子 就是对美奖的认识 因为以前我们五十年代 到包括三十年代 一讲起来没讲没讲 就是把美国跟蒋介石合在一块 好像没讲就是铁板一块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你看了一些档案了以后 就感觉到 1947年1月 马续尔调出失败以后 马续尔回去了 当时 他实际上对中国的形势 是很悲观的 对蒋介石政权 对国民党 基本上已经失望了 而且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 美国还考虑过各种方案 就是怎么样把蒋介石抛掉 来支持台湾的地方势力 或者是支持国民党里头的 一级势力 但是最后都不成 一直到1954年签订 这个美台共同防疫条约 实际上美国跟蒋介石之间 也是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 我们在以前50年代 60年代可以说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 我觉得这样一个认识 已经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个共识了 中国的对美政策 我觉得这个将近40年来 是相当的一致 我们中国的对美政策 这是第一把手亲自抓的 邓小平那个时候 是小冰冻的亲自抓 后来江和胡到现在习 他们都是亲自抓这个对美 对美政策 90年代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重之重 现在我们不说这句话了 但是实际上仍然是重重之重 邓小平一开始的时候的设计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79年 78年的时候 一方面是中美在谈判建交 到最后是邓小平亲自出马 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在开中央工作会议 后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 这个是同时并定 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这是因为在邓小平的设计当中 对美关系正常化 就是它这个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以 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 中美关系是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要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 扩大中美的共同利益 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 这根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在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是相当的一致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 中国是增长了 是发展了 美国人这个把中国西方化 或者让中国的社会 引进西方的民主 这个expectation没有实现 所以他们现在觉得失望 那么到2011年 欧巴马政府提出 这个亚太再平衡 到现在 这个几年 我觉得就是中美关系 在进行的新的调整 那么今后呢 我像是摩擦冲突 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 但是中美两国仍然会有合作 仍然有共同利益 不是说就没有共同利益 我们能够继续维护中美关系 在这个合作公司的主渠道上 继续使中美关系 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再维持到 2050年 中国真正成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中美两国之间 没有这种 有的同志所说的战略摊牌 或者是没有真正掉到 那个休息底的现金里头去 那么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就是新兴大国关系